南投县年度戏剧竞赛初选 日前与普利国中热烈展开 不过在中小学的词语竞赛最引人瞩目 愿意踩各群组以PK的方式来进行 对主艺老师以及学生来说 这是相当大的压力及挑战 在练习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都会忘记 像那个数字 有一些 然后参加的那个习请 到在这边的时候觉得很紧张 他们真的是没有接触到 也没有 也没有几乎都没有学到 而且在短短的这个几个月当中 你要让孩子学习这么多 我想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好的标准 因为各校成绩都不尽理想 站在第一线的主艺老师 认为应该是在初体上必须改善 但以部落文化工作者来说 这应该还是要回归到家庭以及政府 共同来重视 我一直在看时候成绩不是那么理想 那主要应该是在家庭这个地方 已经出了很大的状况 因为爸爸妈妈 尤其是祖父祖母的 跟小朋友讲话的时候 都是要用国语讲话 所以会影响到他们在学校的一些学习 这些主义的学习 比现在生活的过去的生活方式跟现在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所以很多东西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根本没有听过 也没有看过也没有接触到 这样子 一周才40分钟的母语教学 要学童们真正完全对自己族语说的流利 其实这也不是一件简单之事 不过能从自我认知 增加信心 让学童主动去喜爱自己的文化 或许也是给族人们提供改进的方法之一 让小朋友了解自己的母语 让他们以会讲母语为傲 就是觉得说我会讲母语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那可以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这样的鼓励 让小朋友可以增加他学习的兴趣 在同彩之间能够互相的鼓励 这样的话我想学习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场竞赛其实也可以看出 学童们对于族语上的学习程度 参赛的学童们除了指认的补片的简单词以外 对于绘画上的词句几乎是非常陌生 而这样的结果也提醒了全职单位 未来在原住民的族语教学过程中 应该要通盘检讨 米新闻黄一怀 红一伦 普理采访报道